所以我就覺得這應該是好事情 當然在中國大陸的這段期間裡面 看到了很多中國大陸的事情 包括中國的事情 一死都沒有辦法改正 我總是加上中國 花錢花錢 在中國這段期間裡面 我會被騙 哇這厲害 這個當然沒有被搶 因為我很小心 但是也被騙 但是也被偷 反正很多的壞事都碰到了 在這個期間裡面 終於覺得 後來在網上看到一些文章 發覺了中國文化實在是不怎麼樣 早上我們 蔡總理特別提到說 習特勒講的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裡面的雜場 這個我想應該是真的 因為我們看到他們的生活習慣 真的是跟我們想像都完全不同 那這個也碰到很多這個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幹部 高級幹部 這個在中央在北京 那麼我們也去跟他做一些交流 那麼這些 中國的這些高級幹部 他們也都很坦誠的說 我們共產黨是非常的現實的 非常的務實的 所以這個能搶的就搶 能賺的就賺 那也是不跟你囉嗦的 那講的話也都是講一套做一套 所以這種事情在那裡感受非常多 所以如果各位要到中國去玩一玩事情 千萬不要去做這個更長久的打算的事情 我認為這是跑不來的 那以上的簡單做介紹 那麼接下來請幫我開一下我的那個power card 那你那支槍要不要借我 我這個槍跑到哪去 我被那個被我們蔡總理帶走了 不過我準備了一支小手槍 所以我不能控制 怎麼樣 因為我這麼不清 這個人不能灌掉 這個在當官嗎 當官 不管哪個牌 term 拍好多啦 不過 後面的那個同學們 恐怕要眼睛用力一點 不行不行 要這樣嗎 要這樣嗎 站在車旁邊 周董你會去嗎 那個智政雄 我說按一下 你就按一下 請按一下 這我剛才已經發自上講過了 今天輪到我的節目上場 我大概要講到總共六點 第二點是談到 可能我們第四參加的同學們 可能是比較不清楚 把我們網站裡面的資料 扣一個到這裡來的 各位做介紹 第三個是 現在TCG一直不斷的做準備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做準備 當然台北洲也是一樣 第四個是台北洲目前在規劃進行的東西是什麼 第五點是 美國軍政府接管台北之後 我在這個地方有一些單憂 所以有一些建議 跟TCG中央做一些請教 第六點是談到TCG的閣員 因為在座的很多應該都是這樣會當閣員的 該說或者是不該說的話 這個是十一月六號的時候開會的資料 我把它考過來 我想應該是很值得看的 下一頁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一張就是我們在網站上 台灣民政府網站上 就看得到的架構 用這個來解釋 這個民政府跟軍政府之間的關係 應該是很清楚的 各位如果要這個資料可以到網上去下載 當然這個資料現在是有一點點過時 不過它的架構是還在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在這個美國總統之下 我們分成一個叫軍政府 一個是TCG 這是台灣民政府 那麼這個中間還有一個叫做國安參謀聯繫會議 那麼這個美國軍政府的這個部分 我們不講的 大概 以我的了解 這個US AMG在台灣 它主要負責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台灣的國防 國防就是安全的事項 第二項是外交的事項 這個是US AMG親自執行的 那麼剩下的有一些叫做民政治理的部分 是要由這個台灣民政府來執行 那麼反過來講 台灣民政府跟這個美國軍政府在台灣 這兩者是配合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把它位接 硬是要把它分清楚誰是比較大一點的話 坦白講 US AMG是比較大 因為它才是真正的佔領軍 它只不過把一部分的業務 委託台灣民政府來執行 那麼這個中間的國安參謀聯繫會議 為什麼要多出這個東西來呢 我想我們台灣的情況 這個安全的部分 應該在這個 國民黨政府垮台之後 應該是這個 國安的問題應該是第一的 那麼另外第二個 就是在這個台灣黨內的這個情況來講 我的想法呢 我也認為這個安全應該也是第一的 所以這個部分會變成很重要 那麼這個部分呢 江賴是我們林博士 就是Roger 這個就是他的總指揮 他就是這個負責這個部分的人 那麼在這個台灣民民政府之下 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國會 一個就是這個司法部會 司法部會就是法院的系統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這個組織最龐大的 就是國務院 早上跟我們講說人才怎麼挑選 怎麼調整 怎麼運作的這一位蔡總理呢 他就是國務院的總理 那麼在這個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區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使用的是三權分立的組織 沒有什麼五權分立的 全世界沒有什麼五權的 只有三權 那麼這個國務院的部分呢 我們如果要跟現在流亡中國的政府相比較的話 他這個部分就等於是行政院 那麼這個國務院底下呢 就分了很多的部會 那麼各位的手上呢 這個資料裡面都有分出來 大概有32個部會 那麼通通稱呼叫他的頭銜 就是負責人 通通稱呼叫大臣 那為什麼他叫大臣呢 昨天跟今天呢 大概各位已經掌握到一個重點 這個我們是日蜀美戰 就是台銅地區的是日蜀美戰 那麼這個日蜀美戰呢 所以我們用的是美國的組織 但是呢是用的是日本的名稱 日本的這些官員呢叫大臣 中央部分 叫大臣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的配合 所以現在呢簡單的說明一下 這個台灣平民政府呢跟美國軍政府呢 它兩者是配合的 這個是以上簡單這樣報告 那麼第三點跟各位報告的部分就是說 這個配合這個USMG的來到呢 現在正在不斷地做準備的工作 依我的了解呢 這個 在台灣的這個問題上呢 基本上呢 美國是站在主動權的一方 就是發球權的一方 對吧 那麼 那中國或者是台灣或者是日本呢 基本上都是被動的 反過來講呢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取得主動權 反過來講 美國要在什麼時候開始動作呢 是美國有權決定 我們是沒有辦法替它做決定的 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斷地準備呢 到接手這個政權之後呢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都做準備的原因 不論是組織或者是人事 或者將來呢 要做的很多的細節的這個部分呢 現在呢都一直在做準備 當然美國那邊很急 希望我們趕快準備完成 但是呢 這個 各位也都了解不是那麼快 但是我們一步一步在做 那麼 那麼 第二點呢就是說 這個中央級的部分呢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各位看得到我們手上的這個資料呢 看得到它已經完成了 但是現在呢 輪到第二層的 就是這個州的這一級呢 也就是說這個州長要負責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開始要建構這個州的內閣 州的參議會 那麼組織跟人事也要把它建立出來 其中呢 這個國會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州議會的部分呢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叫參議會 一個叫做眾議會 那麼這個部分呢 參議會呢 這個是我們現在一起要建構出來的 但是呢 眾議會的部分呢 跟中央的這個眾議院呢 是一樣的 這個將來呢 有這個預計呢 它是要打算是要開放民選的 開放民選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我們現在呢 先把這個內閣呢 跟這個 這個州的這個參議會呢 要先建立完成 現在都一直在進行中 下一頁 那麼算出來以後呢 台北州的部分呢 根據我的算法呢 州內閣的部分呢 要33名 那麼州的參議員呢 要63名 合計起來要96名 這樣才符合這個規定 那麼 在將來呢 在這個 整個台灣呢 這個分成六個州 分成六個州 各位看到我們的旗子呢 總共六顆星星呢 那就代表六個州 那麼金門馬祖之外 這個金門馬祖之外呢 最近呢 我一直在接洽一些這個 這個 對台灣呢 這個獨立啦 或者是獨派的人士 或者是二二八受難者的後代 或者是這個政治犯人生 接觸了不少人 我竟然碰到很多這些人呢 到現在還不知道呢 金門跟馬祖呢 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他不知道 他真的 中華民國真的有領土 是在金門馬祖 但是台灣不是 他們竟然不知道 也有這種事情 那麼將來分成六個州 台北州 台東州 台南州 高雄州 宜蘭州 澎湖州 那麼這個是六州 這六州呢 是美國人 叫我們做 分成六州的 就是喔 它的這個 基本的原則呢 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呢 每一個州呢 都要有機場 都要有港口 就是海空軍呢 都要能夠使用它的設備 也就是說 萬一發生 這個戰爭的話呢 每一個州呢 基本上要能夠保護自己的州 這樣的一個原則 在規劃 就是分成六個州 下一頁 那麼台北州的部分呢 假設我們按這個 現有的流亡中國的這個組織 我們要做一個轉換 那麼這個轉換 我們來做一個對比 台北州的這個轄區呢 相當於現在流亡中國的 台北市 台北縣 桃園縣 跟新竹縣市 大概是這樣子的 四個地方呢 是將來歸在台北州 那麼我把這個圖畫出來 把這個表格畫出來 台北州呢 將來呢 要分成呢 台北市呢 保留 保留它的名稱 其他幾個縣市呢 都將來名稱是會消失的 將來沒有所謂的台北縣 也沒有所謂的桃園縣 也沒有新竹縣市 將來是不見了 因為沒有這一級了 那麼這個台北市呢 就分成東西南北四個區 那麼這個地方有四個區長 另外呢 這個台北縣呢 將來要分成五個郡 桃園縣分成兩個郡 新竹縣市合併以後呢 變成四個郡 但是呢 為了恢復我們過去呢 在台灣固有的文化裡面的名稱呢 新竹縣市合併以後呢 那麼這個四個郡裡面呢 一定要保留一個郡呢 叫做迪山 就是這個名稱 台北市裡面呢 有一個區域呢 一定要叫做蒙甲 邦嘎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 已經有守這個方向 下一頁 所以呢 將來台北市 這個台北州的部分呢 這個將來呢 會變成是 台北州底下呢 有一個市 但是呢 另外還有十一個郡 這樣各位可以 意會得到它的組織架構嗎 台北州底下拉下來以後呢 有一個市 十一個郡 這麼一個組織 那麼那個市呢 叫台北市 剩下的十一個郡 那麼這樣的一個建制 下一頁 那麼內閣的部分呢 因為它這個是跟 這個 中央的 國務院呢 是密切配合的 也就是說呢 國務院有這個 單位呢 這個州的部分呢 顯然也要一個 跟它相配 就是說 互相配合的業務部門 那麼也是一樣的 我們有三十三個 這個 這個地方寫錯 這個不叫大臣 這個是叫廳長 州呢 州的這個 這個民政啦 農業啦 林務啦 等等的 這些 不叫大臣 這個中央級才叫大臣 這個叫廳長 這是我寫錯的 那麼總共有三十三個 下一頁 那麼這個 參議會的 參議員的名額 怎麼算出來的話呢 就是按照每一個 鄉鎮市區 都一名 暫時我們先這樣子做 那麼現在分析這個 台北市 台北市呢 有十二個區 十二個區 坐在這裡 十二個區裡面呢 將來要改成四個區 那現在呢 我們剛開始的 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參議員的名額呢 就一個區一名 所以這裡就有十二名 下一頁 那麼台北縣 上一頁 台北縣呢 總共有這麼多的 鄉鎮市區 總共25個 那麼事實上呢 不是25個 事實上呢 還有個瑞芳 雙西共寮呢 將來要割給宜蘭州 為什麼呢 各位都知道宜蘭呢 宜蘭州呢 是包括基隆 花蓮縣 台東縣 那麼這個基隆市跟這個 宜蘭縣之間呢 它是沒有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就把台北縣的 瑞芳、雙西、共寮 這三個靠海邊的三個鄉鎮呢 就割給宜蘭州 讓它變成一個完整的海岸線 那麼另外台北縣裡面還有一個烏來 那麼這個烏來呢 是原住民的這個居住地 可不太多地方 所以就歸入另外我們有一個 叫做三地行政區 三地行政區 那麼這個三地行政區呢 是為了讓這個原住民的地位 能夠提高 那麼特別弄了一個三地行政區 將來呢 整個台灣的三地 就是這些原住民呢 通通是由這個三地行政區來負責管理 這個是這個台北縣的部分 台北縣的部分呢 有12個這個 鄉鎮市 所以呢 有12名的這個參議員 那麼另外呢 這個在桃園縣裡面有個復興鄉 這個也是原住民的這個 較多的地方呢 這也是歸入三地行政區 所以就不算在裡面 新竹市呢 現在分成東北兩區 加上一個叫鄉山區 所以這有三個參議員的名額 那麼新竹縣呢 總共有11個名額 那麼其中有一個叫尖石鄉 一個叫武豐鄉 這個是原住民的這個 比較多的人口的地方 這個也都是歸入三地行政區 那麼以上呢 除掉原住民的這個地方以外呢 剩下的部分呢 總共有63個鄉鎮區 所以台北州的部分呢 就必須要63個這個參議員 州的參議員 這個是跟各位做報告 那麼以上這些報告呢 是根據這個台灣民政府的 有一個叫做台灣地方行政區 規劃原則說明 是國務院送給我們的 那麼按照這個原則來規劃的 如果這個原則是有改變 我們就跟著改變 那麼將來呢 這些行政的這個運作組織呢 跟這個議會的組織呢 經過通過之後呢 那麼就要開始 再往下運作下一層的這個選舉 就是推選這個區長 或者是這個郡長 就是要繼續往下做的 那麼接下來跟各位報告呢 台北州呢 目前在規劃進行的事項有什麼 第一個呢 就是剛才跟各位報告的 州內閣跟州參議會的這個籌組 就是招收內閣的閣員跟參議員 合計員現在呢 扣掉我以外還有95名 那麼這種狀況呢 要希望大家呢 這個幫我的吧 如果有合適的人才 請大家這個推薦 那我的名片呢 就在你的那本書上 那裡有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收到名片 那麼 那個電話號碼上面有 請各位幫忙 那麼我個人的觀點呢 認為州的內閣跟參議員的資格呢 有底下的這些資格 第一個呢 他一定要是本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呢 本土台灣人呢 就是跟將來申請身份證的 那個條件完全是一樣的 就是要本土台灣人 另外第二個 這個具有一定的學識 一定的能力 那麼認同法理建國的論述 然後呢 要宣誓效忠台灣民政府的 那年齡上是不限的 年齡上不限的 那麼 據我的這個估計呢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呢 現在各位所做的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這個州長呢 所做的部分 我們通通是無幾職的 所以將來 州的內閣參議員呢 在短期之內呢 應該也都是無幾職的 反過來講呢 都是做志工 那麼 這個將來這個 美國軍政府呢 直接軍管之後呢 那麼那時候呢 可能 就要開始發這個高薪 跟各位呢 報告一下呢 我們大概要 一定要 這個採取這個高薪資的這個政策 高薪資政策 要當這個台灣老百姓的模範 絕對不能貪污 絕對不能 不法的守得 那麼這種狀況下 這個 林博士呢 已經跟我們講過了 那麼發現貪污無弊 這種就要貪了一毛錢 一塊錢 都通通槍斃 這個 這個要心理善而準備 通通槍斃 你知道嗎 Richard你同意嗎 不行一下害我 我 這個事情自己送給我了 我就收了 我沒有貪過 那麼 第二點呢 就是 要開始籌備這個 核發台灣 民政府的這個 這個 這個身份證 好 那麼這個準備的工作呢 要開始做 這裡面還有很多的配合措施要來進行的 第三點呢 就是 其他民政制裡各項的接手工作的準備 包括我們人的準備 讓疫情可能將來有什麼樣的事情會碰到 那我們心理上在這裡盤算 那麼這一點呢 以前呢 我曾經有一個構想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的這個運作的這個方式呢 是要仿模仿 或者是以琉球的模式呢 當成我們的這個TCG的模式 所以我有一個突發的狂想 那如果我們TCG呢 派一個代表團呢 到琉球政府去啊 把他整個軍政府在那裡的整個運作的情況 六七年的運作情況 就是 琉球的軍政府跟琉球的民政府 他們之間怎麼配合的各種狀況呢 假設通通把它弄清楚的話呢 也許呢 我們可以反被動為主動 不知道 我在想 應該是有這個參考這樣 好不好 我們是找日本政府啦 日本政府 日本琉球政府寫的啦 日本琉球政府寫的啦 對嗎 好 那麼 那麼另外這個地方 跟各位特別說明一下呢 我們現在要接手台灣的這個政權的部分呢 我們不是跟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要政權的 我們不是跟他做交接的 我們是要跟美國軍政府要政權 那麼這個政權從哪裡來呢 美國軍政府去跟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呢 跟他要回來然後再交給我們 所以我們跟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之間呢 沒有任何的利益上的衝突 只有間接衝突沒有直接衝突 好 這一點是跟各位特別說明的 第四點呢就是 配合這個國安會國務院呢 你定一些相關的配合事項 或者是將來要組合來配合的 這個部分呢 是一直密切的這個溝通聯繫 那麼 這個早上呢 蔡總理呢已經跟我們講過了 這個上下要溝通 這個就是我們當下層的這個機構呢 要配合上層的部分 就是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 因為同樣都是台灣民政府 它是不能拆開的 OK 那麼另外呢 針對這個我的顧慮 就是 如果說這個 這個美國軍政府直接軍管排棚之後呢 那麼我顧慮到的有一些事情 那當然呢 這個有些事情要請Roger 這個林博士來跟我們說明的 那麼有些是啟發我們來思考的 第一個呢 在這個台北州剛剛談過呢 等於是現在的北部的這個四個縣市 那麼事實上呢 這裡有大量的流亡的中國人 而且都是有權勢地位的 是吧 那麼這些人呢 就在台北州裡面呢 所以台北州這邊的性子 我想這一點是跟其他的州呢 是差的比較多的地方 另外呢 這個其他的州也有這個流亡的這個中國人 就是爛民營啦 就是將來會變成中國爛民營 第二點是 這個要不要針對媒體的部分呢 要不要去徵用 或者是要設立新媒體 這個部分呢 但州這個部分呢 也能夠跟這個TCG的中央呢 有這個共同上的這個口徑一致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萬一這個中間呢 有一些反抗的運動或者是不滿的情緒呢 那另外還有一個呢 會不會造成經濟上 就是商業工業的這個經濟上的這個思緒 脫緒 那麼造成民眾生活上的這個安排的影響 這一點呢恐怕也是要考慮的 那所以呢 這個我建議呢 這個在第五點這個地方呢 我就建議呢 這個TCG呢 要不要成立一個專門研究這個的小組 收集各種這個民政府呢 這個在治理的時候呢 剛開始的階段呢 它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些問題呢 要不要有一些構想 有一些對策 我想這個應該是很重要的 因為會引起這個恐慌的心理 因為政權的轉換 它是一個很重大的衝擊 尤其心理上的衝擊很大 好 這個 好 先在下一位 那麼 因為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這個部分呢 各位呢 這個 有空的時候 可以看一看TCG的民政府寶戰 那麼 這個都是從那裡抄過來的 但是這些概念 我是認為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裡面呢 各位知道了 這個名不正的也不順 所以你那個名詞 代表了一串的意義 這個名詞弄錯 就代表了整個後面的觀念是錯的 那麼將來 各位呢 當了這個民政府的幹部以後呢 你要去跟人家解釋事情 要跟人家說明事情 結果你自己是講錯的 那這樣是很容易造成誤會 所以我認為呢 剛剛講到的這些 比如說這個 剛才我就被糾正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不能講大陸要講中國 馬英九叫我們講 大陸不要講中國 對吧 因為上次跟我們針鋒相對 等等 這些各位可以參考相關資料 最後報告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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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有点赞 我会不会有点赞